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有媒体报道 GD正在准备新专辑之后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消息的GD 昨天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了 在6月29号播放的JSON Chipping节目里 公开了GD的西法经广告 虽然是前后不到30秒的短暂影片 但是马上就在各个论坛一起了热议 还是这么帅,我心脏又开始跳了 又是我一个人上年纪了 GD就是GD 不过这个代言费要付很多吧 哇,是我目前为止看到的GD当中最帅的 GD赶紧回归吧 希望接受GD回归消息的那一天 能早点来临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说到Super Junior的颜值成员 你会想到谁呢? 这是昨天在韩国论坛出现的提问 现在这个时间为止 已经有1089个人投票选择了 那马上就来公布一下 1089名韩国网友们的选择 第三,缺席文 第二,君弃穿 第一,童言 那么说到Super Junior的颜值成员 大家会想到谁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7月份即将回归的idle们 男团同Kids将在7月1号以兴趣 不断送阿几云都也不回归 男团Kimdo也将在7月1号以兴趣 Karma回归 CIX也将在7月1号以Pentagon会议制作的兴趣 TESLECT回归 饶舌歌手罗果与演员一层业 将在7月4号发表合作音缘 Day6将以YongKi,WonPete 同文三位成员组成的小分队 Day6 Event of the Day 发表第二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 Dulgochidakayo 刘家艾德的队长 万能爱都陈翠翠 也将在7月5号以Solo专辑 Windy回归 Shipo Junior成员Qiang 将在7月5号以Kenji制作的新曲Together回归 在Kingdom节目展现出悄强魅力的SF9 将在7月5号以第9张迷你专辑的主打歌Teardro回归 通电视迪的队长听信Taeon 将在7月6号以兴趣Weekend回归 目前已公开了预告海报 台亚成员耶比 将在7月7号以首张Solo专辑Yes I Know回归 女团Kerskyne将在7月7号以兴趣Penugetje回归 已兴趣Penugetje哄全球的Penugetje 将在7月9号以新专辑回归 因为7月9号是Penugetje粉专辑阿米正式成立的日子 所以这张专辑很可能就是为了迎接阿米的生日 而准备的礼物专辑 Tany1成员Mingji将在7月11号以兴趣Tiamo回归 歌手Peggye将在7月13号以第5张Mingi专辑Observal回归 然后是还没有确定日期 但是很可能在7月回归的idol们 Exo Dio Shiny Key Acto Musician Blackpink Lisa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期待DenQ新频道 什么新频道 啊 你说的是这个吗 真是太有缘分了 一星的生日竟然跟新频道一样 一星生日快乐 一星生日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